今天只要回答我 金融兵推去年10月12月有做 今年做了沒 做好準備了沒 還是你們已經有相關的答案 非常已經有把握不需要再做了 我覺得任何的狀況 我們都隨時要更新 今年一整年可能還沒有做 不准是嗎 因為現在有點像狼來了 每天演習演到最後 大家心裡上面就沒有戒心了 他如果真的要發動動作的時候 比如說他真的發了假簡訊 告訴大家說ATM你不要錢 台灣人可能有人會相信 院長好 還有三位首長好 我想這幾天大家都看到了 中國對台灣的步步進逼 現在的軍演 還有貿易戰 法律戰 其實出招不斷 雖然今天只有財政部門 我現在要問一下院長 這幾天看到這個演習 當然現在的侵擾 已經是每一天都發生了 那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金融上面 相關的應對 也就是在烏克蘭戰爭 最大的問題是他先做了一些金融上面的破壞 但是還好 人家有做準備 我想問的是 今年三月的時候我們金融研訓院說要加強兵推 然後 部長 在三月份的回答是 就是去年有做過 我想問一下 我們的金融兵推 做好準備了沒有 院長 謝謝委員 這真的是一個不平靜的時代 從烏克戰爭到中東的衝突 那麼中國又肆意的 隨時的在台灣的周遭 進行任何大大小小的這個狀況 這個已經不奇怪了 現在是未來可能的 就是金融上面的破壞 尤其是在在烏克蘭戰爭發生之前 就做了一些金融體系的恐嚇 甚至發動假的訊息說 給所有的烏克蘭的手機說 ATM臨不到錢了 這件事情會不會在台灣發生 我們做好準備沒有 就拿昨天的例子 昨天早上總統一早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聽取各方報告之後做了重要的指示 隨後行政院也希望回來之後 通令各部會 我們希望在這個股會市 經濟民生還有治安方面 尤其治安可能就跟委員所說的 我們希望台灣的所有的 跟民生相關的 或者是重要基礎設施 任何的資安的保全 都要非常的盡到狀況 那昨天我們是有做 今天只要回答我 金融兵推去年10月12月有做 今年做了沒 做好準備了沒 還是你們已經有相關的答案 非常已經有把握不需要再做了 我覺得任何的狀況 我們都隨時要更新 去年所做的金融兵推 很抱歉 我並沒有參與 那今年我們這幾個月下來 除了隨時的警戒之外 可能還沒有做 部長是嗎 今年都沒有做嗎 相關的一個兵推是一個整體性的 那就是有財政部 也有金管會 還有央行等等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是我們日常新常性的一個業務 沒錯 所以院長 其實我現在的問題是喔 發生事情 因為現在有點像狼來了 每天演習演到最後 大家心裡上面就沒有戒心了 第二個 他如果真的要發動動作的時候 比如說 他真的發了假簡訊 告訴大家說 ATM領不到錢 台灣人 可能有人會相信啊 那這個部分 其實政府要增強人民的信心 而且要有建立正確的管道 這個部分的金融兵推我覺得現在要做 而且平常就要教育我們的民眾 從現在開始可能 金融上面的第一關 是每個民眾都非常在意的 烏克蘭發生戰爭第一件事情 大家就是幹嘛 領錢 然後討難 這兩件事情會是第一優先 所以這個部分 金融兵推去年做過 今年可能還沒有完成 那院長上任 我希望是不是變成常態性的 第二個 是不是有具體的 兵推之後的檢討 跟相關的經濟的作業 甚至我希望開始要增加人民的信心 好 跟委員報告 這個包括重要的基礎 關鍵基礎設施 民生 圍生系統 通訊系統 以及金融系統 是 交通系統 這個都是在我們全社會 任性防衛當中 我們都會把它當作非常 重要的事情來處理 我同意 我在財政委會 最關心的是 我們三大龍頭 我們自己不能先穩健 第二個 一戰爭就要增加軍費 人民要繳更多的稅 第三個 我們的錢夠不夠 我們有沒有準備好這些軍費 這才是我們關心的 好嗎 那委員說 最近以來這種軍艦軍機 各種的演習很多 狀況很多 來的時候 我們不慌不亂 沒有的時候 我們也做好所有的準備 也不會任何的放鬆 院長我希望金融兵推 在你上任之後 我可以看到第一次的金融兵推好嗎 好 我會跟 部長跟總裁 我們怎麼樣讓國人安心 表達我們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這個謝謝委員的提醒 好 那總裁跟主委先請回 我請部長留下 我每次院長我都會問同樣的問題啊 財政收支劃分法 從您上任第一次的總質詢 還有部長我們在財政委員會 其實講的非常多次 那現在國民黨團他們也提出他們的修正版本 將要靠攏民眾黨版本 也就是我們上一次所提的這個修正案 那目前為止 我想只問你一句話 行政院要不要修 修還是不修 你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版本 兩點跟委員報告 第一我們認為現在的版本 具執行是行政院最有把握的 就是你上次跟我說的嘛 已經是最佳的共識了 這25年來現在是最好的狀況 我們認為現在的版本來執行 是我們最有把握的 而且我們會持續對地方政府做更多的補助 所以第二點呢 所以院長 你認為只要按照大有為的政府來決定就好 所以不需要入法 不需要制度化 就是按照你們現在的版本 就是最好的版本 不是大有為的政府 之前陳水扁 蔡英文 跟賴清德所說 才華法要修正 他們是搗蛋鬼囉 不是這是 這個時代的不同 時間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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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是希望 把你講的最好的辦法入法而已 你現在所說的最好的辦法 我們希望它制度化 明確化 而不是單純的按照行政院自己的意志 而地方政府沒有參與的機會 我剛剛只說的一點 或者第二點就是 現在立法院的氣氛 正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我知道 最近要展開朝野協商 我覺得這個事情 也可以來進行朝野協商重要的一部分 那這個至於內容 我想部長非常努力在溝通 在收集 在了解各方的意見 沒錯院長 我們就是要告訴你 我們真的很希望 這是民眾黨的版本 我們很清楚的把 垂直分配的金額跟數量都寫出來 所以民眾黨的原則很簡單 第一個 我們大概增加的是 兩千七百億的垂直分配 對地方只會多不會少 但是也不能影響到中央運作 所以兩千七百億是我們覺得合理 而的確你們每一年大概也都剩下兩千多億的隨機剩餘 第二個部分是 只要增加了 在水平分配的部分 原則上任何現實都不會比現在少 其他政黨的版本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落差 但是民眾黨希望在這個原則之下 這兩個其實很好修 第三個 我請部長答覆 但是我只請問一句 這樣的水平分配會不會強者越強弱者更多 所以我們要設立的是叫做 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委員會 委員會的部分就會讓財政部跟地方政府 有相關討論的過程 而且讓財政部保留他們可以調節 所謂的一般性補助款 調節他們的統籌分配稅款 所以民眾黨的版本沒有定件 但是要討論 那最重要的是 院長我們在上個會期 在財政委員會做了一個很好的決議 希望你們提出自己的版本 我現在只有簡單的問 行政院是不打算提版本嗎 還是要跟黨團協商 還是要貨服承舟 還是要垂死掙扎 跟委員說明一下 非常贊成委員剛剛提到 第一個財政收支劃分法這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的前提 第一個要兼顧地方財政需求 你知道但是我們你們提不起版本 意思 O&O就好了 要不要提嘛 不提 我們也都在努力當中 那您提到的是垂直分配 那水平分配的部分 事實上它更重要 因為涉及到各地方政府的分配 所以我們也招開會議 然後有更大集約一個更大的一個共識 這都在努力當中 很好 那就提版本 是我們在努力當中 是我們在努力當中 那至於剛剛委員所提的審議委員會 這三個問題跟委員報告 行政院的版本 在沒有更好的之前 我們認為現在是最好的版本 現在是最好的 在進入法案審查之前 我們認為現在的版本 我們來執行是最有把握的 所以你們還是不理 第三個 將來我希望我們還是透過很誠懇的朝野協商 來達到大家共同的共識 我們在財政委員會 我想委員都非常善意 所以上個會期 就希望 我們把我們的意見 告訴了你們 我們沒有說硬要怎麼樣 但是今年 這個會期看起來 包括我們的招委會牌 我們的版本也在裡面 我們也希望你們有版本 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沒有人要強度觀山 但是 行政院不能假裝沒看見 這件事情 假設在立法院通過 你們又要再來搞一次複議嗎 還是要再來搞一次釋憲呢 我們希望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要再製造朝野的對立 我們要希望你們好好來討論 朝野黨團好好的協商 那行政院也能在適當的機會 表達我們跟大院裡面的共同的討論 沒錯 所以拜託 如果部長可以的話 你說的水平非配 你們認為有爭議的部分 就拿到立法院來討論 好嗎 好 時間暫停 我們請經管會 紅主委 部長請回 黑文好 好 這個主委上來就是院長 我們還是要強調 台灣現在的融資公司 其實叫做畫外之地 融資公司 只要他有做公司登記 任何公司都可以借錢給別人 因為公司法只有規定 百分之四十以內 資本額他就可以借錢給別人 所以 我們現在坊間的融資公司 各種樣態大大小小 假買賣真貸款 這種狀況非常的嚴重 今年 有啟示了兩個 士官兵 泄密去抵債 為什麼 因為他們去跟不法的 或者是 不知道哪裡來的 所謂的融資公司借錢 還不出來 就幹嘛 回去 偷機密 這是很嚴重的 剛剛我們講 我們的國家安全很重要 然後我們的 士官兵 竟然用泄密來抵債 這個融資公司已經不單單只是社會問題 它可能還是國家安全問題 另外這個部分就是我們 主委會跟你談論過 我們台灣調查過的 年輕世代的金融素養 低跟極低 竟然高達百分之八十一 也就是大家不知道怎麼理財 大家不知道要到哪裡去 找到合法的融資管道 然後甚至 剛剛講的 即使他已經是國軍官兵了 他受了教育 可能也讓他不知道去哪裡借錢 去借到了不該借的錢 更嚴重的是 我們國軍的軍紀有一個規定 嚴禁國軍向不法機構 直壓直銷或營內籌組互助會等情勢 也就是說 國軍不可以隨便去亂借錢 也不可以去做一些直銷 或者是說 在裡面搞錢的事情 但是 我想要問的是 主委 請問 什麼叫做不法機構 剛剛我講 全台灣的公司 只要是公司登記者 就可以借錢 它是不是不法機構 是 報告委員 其實有關融資租賃公司 在民國85年 大家就開始討論到這個問題 到現在已經快30年 可見他的問題的複雜度 很嚴重 像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在銀行法 或是在法律上 融資借款 並不是特許的業務 是 因為不是特許 一般公司 只要有符合登記 他就可以做 這個所謂的 訂收賬款買賣之類的業務 院長 這就是我要今天提出來的 這個事情很嚴重 嚴重到說 用放貸做掩護 然後要求收集個資 引發軍人洩密 而且軍人 很容易借到錢 只要你說這是軍人 每個公司都會借你錢 為什麼 很穩定 一定會還 對不對 對這也是我們金管會 也觀察到這個問題 也沉蒙很多委員 你要跟國防部好好討論一下 最重要的是 我今天的訴求 還是很簡單 我們要加強管理 非金融機構的民間放貸行為 這才是今天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之前講有 三家影子銀行 三大租賃公司 我們剛剛才跟這個 三大這個 所謂的租賃公司 做完協商 我知道 但是那只有三大 現在小的更多 對我們會逐步來處理 我想這次 政府會 這個 非常直面這個問題 我想 主委 我很清楚你 我現在 我清楚你的主張 院長 主委想做 你要不要支持他做 當然支持 我是非常支持彭珠 在這個方面的努力 提出的方法 那我現在就講 在96年的時候 張俊雄院長的時候 已經訂了融資公司專法 而且當時就以金管會為管理機關 這件事情 我相信主委也非常認真 然後 我們看到全世界 國家裡面 大部分都會成立專責機關 目前只有台灣沒有 台灣是一個經濟 你不要管幾十萬家公司的人在管 所謂的融資出力公司 他等於沒管 其實金管會有一些 比較替代性的方案 正在執行中 好 所以 主委 我希望訂專法 這個專法 同樣的 民眾黨 我們已經提了版本 我相信民進黨團裡面 有非常的委員 也很忠實這件事 院長 支持金管會 把他納管 我支持 首先必須納管 再來可以考慮 各種形式的專法 將來加強他的登記條件 以及他的審核 要嚴審 院長 可不可以在一個月之內 給我一個初步的回應 把你剛剛所說的方向 跟 接下去 要納管 我希望至少要納管到幾件事 第一個 設立的資格 資金的準備 從業人員的資格 還有信用管制 跟放貸條件 最重要的是違約計的上限